在這個喧囂的高雄城市裡 凹茲地森林公園 是一塊珍貴的綠色瑰寶 讓市民朋友們 可以在這個繁雜的鋼鐵總林中 找到一片舒適的綠洲 很好啊 以前那個陳菊市長 就留下這一片地 讓這個市民在這個市中心有一塊 綠色的都市中心 這個太好了 真的 因為我們來到這裡 環境真的很好 還有那個市政府 又天天都有派人來整理 讓人家感覺真的很舒服 從今年的3月 高雄環保局接管了這片高達77公頃的森林綠地 重新打造了乾淨無臭的生態池 給大量的種植大面積草皮 並且更新了公用設施 讓整個凹茲里公園的綠腹地達到了九成之多 環保局在今年3月接管凹茲里公園之後 陸續針對生態池的這個水中植物的移除 並去除臭味 那另外針對原先裸肉的部分 也加強這個灑草籽 增加濕罐頻率 提升了綠腹率 目前凹茲里公園總計大概17.2公頃 目前綠腹率已經可以達到大概九成以上 凹茲里森林公園的總維護面積相當樂觀 綠美化除了可以帶來城市景觀的改變 同時也可以減少塵陽降低空氣污染 並且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每年固碳大約可以達到231公頓 對呀 並且這裡有一些植栽 不同的季節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不同的花 假如印度紫潭的話 應該是在四五月的時候開花落地 整片小小的黃色 一片是非常漂亮的 對啊 我們早晚都會來遛口或運動 傍晚就跑個步這樣 草地跟植物在固碳的部分 對城市的部分有相當的注意 這樣 那我們凹茲里森林公園 算高雄施的都市自費 所以說它不但有這個減緩熱導效應 跟這個生物固碳的作用之外 它有保水保濕的這個功能這樣子 為了管理那麼大片的公園 師傅也與在地龍子裡合作 成立了凹茲里製工隊 加強草皮養護和浇灌作業 持續維持公園美麗環境 地方與政府共同攜手合作 發起綠色革命 我們已經輔導龍子裡 成為整個這個基地型的這個志工 來做服務 那他們每個月呢 每週會有兩次 來進行這個特專武的志工服務 包含了這個場地的巡檢 跟垃圾的檢食 跟環境的清潔 凹茲里森林公園 就位在於高雄的古山區 每天除了在城市奔波外 不妨湊後來造訪一下這片森林綠地吧 記者川君 高雄報導